JavaScript JavaScript是什麼 它原名是LiveScript 1990年中的時候 那時候Java很流行 程式開始慢慢的要變成通用平台 各個電腦或甚至是手機上面都可以跑Java 大家發明一個Script叫LiveScript 結合當初很流行的Java 他們就把他們的Script叫做JavaScript 所以到現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到底Java跟JavaScript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語言 只是為了要借助Java當初的熱門程度 所以把名字改得很像 在2008年的時候 JavaScript的速度 因為Apple和Google的關係提升了二十幾倍 所以以前大家開Internet Explorer 第一件事是要把JavaScript關掉 NoScript 我不要任何Script 你給我HTML跟CSS就好 我只要看網頁 電腦可以趕快把它畫出來 看得到網頁這樣就好 可是因為JavaScript快了二十幾倍 然後因為iPhone出來 大家開始在寫App 大家的思維開始不一樣 大家希望網頁和手機的內容 是開始會動的 甚至想要玩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記憶 就是2008、2009年 那時候Facebook剛進台灣的時候 或甚至可能大家是晚一點 才開始用Facebook的時候 大家上Facebook要幹嘛 其實不是要交朋友 我要玩開心農場 我要種菜 我要拔菜 那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JavaScript應用 可能2008年 那時候還有很多的遊戲都是用Flash 可是實際上慢慢慢慢的 後來都轉到JavaScript去了 派發者就開始都要用JavaScript來寫 那所以Chrome也從剛開始 它是完全08年剛開始推出來 到現在市佔率接近60%到80% 還有一個Charge給大家看 在08年的時候你看 IE還有70幾%的市佔率 然後Firefox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想要開放的網頁 同時那時候 Firefox其實 的JavaScript速度也算蠻快的 可是你看Chrome一直狂飆 雖然說 那時候2008、2009的時候 我希望Chrome可以馬上得到第一 可是它還是花了大概 一年到三年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 全部的人幾乎都轉換到Chrome上去 簡單講完了一下JavaScript 也講了Chrome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這些東西呢 因為我們主要在學習JavaScript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的瀏覽器 你就可以直接在裡面做開發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你可以做到什麼東西 你要怎麼樣可以來看 學習或知道一個網頁它現在在做什麼 就比如說它現在的瀏覽頁面是Google 當然我們到Google這個頁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按右鍵 看到Inspect Elements 你可以看到 後台 開發者工具 或是你在選單裡面可以直接從上面 像這邊的話 就有一個Developer Tools 這裡 你就會開 就是把這個選單打開 在這個選單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會有一條 Elements Console Source Network Memory Application 這是我們第一張所要講的 好的 那我們主要來看一下Elements 我們在Elements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HTML 就代表這整坨的網頁 然後它也還有Ped 和Body 那我們主要可以看到網頁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Body的部分 但我們希望知道說 欸 Google這個Logo是怎麼做出來 它的圖是在哪裡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鍵頭 或是你可以用這個快捷鍵 它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這個是Ctrl C C 然後你選 Google 它就會告訴你說 喔 Google這個Logo 是一個 是一個 IMG 然後它的高度是 92 然後它的位置是在哪裡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斑馬紋 代表說它的背景是半透明的 那它的圖檔是 的大小大概是 272×92DP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 我們要做很多元素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選 我們可以去了解別人的網站 我們就是這些東西都是很開放的 因為你的電腦 在web裡面 你會看到其他的code 可是你一般的 一般的 其他軟體你很難 每一個元素都可以 直接這樣子看 好 那這個是Element的部分 有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現在多裝置 比如說手機的網頁啊 電腦的網頁 我們需要是適應很多 不同使用者 在不同環境的網頁 這邊呢 有一個裝置 的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去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是iPhone X 然後在iPhone X裡面呢 我看到的頁面 就會是長這樣 然後這邊是它的解析度 那我現在可以換 比如說 iPad Pro的話 它就會換成iPad Pro的解析度 那我可以把它調大一點 我錄希望它大一點 那這是它的比例 這是50%嘛 你可以調100% 或是可以Fit to window 就是符合螢幕大小 那我們也可以旋轉它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網頁的變化 是怎麼樣 因為蠻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當你在寫網頁的時候 很多時候不見得是高端的裝置重要 很多時候低端的裝置更重要 因為他們解析度更低 更難知道網頁會不會壞掉 可是他們卻是大多數的使用者 所以這些是蠻重要的 那再來呢 它現在新增了好幾個 蠻有趣的裝置 一個是Surface Duo Microsoft出的雙螢幕裝置 那另外一個是 Galaxy Fold 摺疊螢幕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它解析度會變很奇怪 就會變這樣 就是 很長啊 就是很長的狀況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Duo長怎麼樣 這樣它雖然解析度出來了 可是 我們在寫網站的時候 我們還是 就是針對iPhone去做優化 很少多 因為 其實iPhone是單一裝置裡面 算是最多的解析度 就是 大概有三層都是 可能是同一個型號 或是螢幕都是 差不多一樣大小 所以Android 你要去支援就會很累 因為 有各式各樣的裝置 所以這個是 Responsive的部分 那你會看到說 如果是它移動裝置的話 它的圈圈也會變一個圓圈 那這圓圈就是希望說 你在點東西的時候 不要用電腦的思維去想 而是你要想說 它是只能搓 它不會變換 手指啊等等之類的 這邊有提到 Device Mode 不能完全替代真實的設備測試 所以在很多的大公司裡面 像Facebook啊 他們 就有一整個 整個room 然後裡面都有各式各樣 每一隻手機他們都會買 甚至不只買一隻 然後機器人在那邊滑 滑 然後會一直測 就是他們的背景資料 去測試他們的app 去測試他們的網頁 是不是流暢的 然後去test說 哪邊會遇到bug 或是 今天有一個實習生進來 可能寫了一個動畫 Animation 換頁的動畫 會不會 經過一千萬次以後卡住 或在某一個情況下卡住 因為他就是要確保他的code是沒有問題的 那有錢人有有錢人做法 Facebook他們有那麼多的裝置 那我們就用Chrome的Device Mode 我們就可以當開發者 那我們能做的事情是 我們 比如說 當我們寫的網頁或東西出錯了 人家回饋給你的時候 你趕快趕 然後趕快 比如說買張車票 跑到他家旁邊的咖啡廳 跟他說 請你喝一杯咖啡 你告訴我的問題在哪裡 那你可能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不太一樣的 support的模式 剛才有提到的就是Element這個東西 那再來我們要提到的事情是 Console這個介面 然後有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開發者在開發一個前端的時候 我們最怕的事情是 My code works I don't know why 沒有問題嘛 就是我的code會跑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沒差嘛 反正會過會動就好 老闆會給我錢這樣就好 那可是 My code doesn't work and I don't know why 這就很有問題了 你可能就是 不知道下個禮拜自己在哪裡 那所以呢 這時候你就要知道 Console這個東西 那它後面它就會噴很多東西 比如說像 我現在用的 Browser是Opera 它就先噴了這個東西給我 然後還有這邊呢 Google的DN.js 就會有fail的 它就會寫上來 它的錯誤它就會噴在這裡 那這個紅色可能是嚴重的錯誤 驚叹號可能是Warning 就是警告而已 這邊呢 其實就是可以寫JavaScript 比如說我先寫一個 Hello 然後它就會噴給我Hello 好 那其實 它叫Console嘛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互叫它 就是Console這樣 那它裡面有很多個Function OK 那這些Function我們等一下會講 那有一個會很常用到是Log這個Function Function這個東西呢 等一下我會提早講一下 因為這邊呢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Log這個Function 然後一個一個我們會去下去講 再來我們講Source Source Source就是我們可以設一些中段點 Source 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網頁裡面的一些元素 你看它都是已經壓成一條 原因是因為 它是給機器看了 為了加速 所以它會把它壓成一條很長一條 所以它會變成MIM-JS 很多時候 JavaScript寫起來很漂亮 可是你為了要加速或是給機器去讀 你會把它壓成MIM的方法來這樣做 然後這邊可能會有Logo圖啊 等等之類的 都是在這邊 都可以看到Search Box裡面的一些Icon 這G-Static也是Google的裡面的元件 這是它的PNG 它的縮圖 然後它是一格一格再去把它填上去的 再來我們來看Network 那Network其實 很多時候 Debug在Network其實很重要 你會想要知道說你的網頁是 像我們很常就會有時候自己網頁希望快一點 就會很常在刷這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是怎麼看呢 好主要呢它現在是 紅色的點是亮的 代表有點像類似這樣錄影的 樣子 就它一直還在讀這個頁面 現在都還是在讀 可是它現在沒有再出任何東西 所以它現在不會跑 但是Google它寫得很快 它只有傳輸22KB 然後你就可以收到 那像我們可以把點 暫停 這樣子暫停的時候 它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去看 這裡面的元素 可是同時 如果我們要再重新測我們網站的時候 記得把這個紅色點打開 然後我們再重整 然後它就會直接 每一個它刷到什麼東西進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能就要把它暫停按掉 因為有的網頁它會留一條 就是一直在傳輸的一條線 我們就是 它會一直在傳輸 所以這個上面這個毫秒數就一直跑 一直跑 所以有時候你要先把它暫停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前 500毫秒的時候 它給了這個 它先給你的一個 已經給你一個200的Request 就是它收到 然後它直接塞給你 這樣 可是有些Google的照圖 這些東西 可能都還沒有出來 慢慢的 它在第一秒 它慢慢的東西就會慢慢進來 這樣 就比如說 它的 我的使用者頭貼先進來 然後Google的Logo進來 然後它是這樣 一個一個慢慢的把它載進來 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 大概1.5秒的時候 它才會大部分把東西載進來 所以那麼小的一個網站 可能是我們現在 也有在做串流的狀況下 所以 它的載入速度不會說 要特別快 那這邊是 Network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從這個河流圖 你可以看到 它是怎麼載進來 然後這邊有可以 Preview還有Response 當我們把這個 細節關掉 我們會看到的事情是 這邊它會顯示給你的事情是 它的Status Status就是200就代表是成功 然後這邊是它的檔名 然後再來這邊是它的位置 最後這邊有它的檔案大小 Size 以及KB 甚至比較大的會到MB 可是盡量都是KB等級 因為MB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塞大檔給使用者的時候 盡量先塞一個小圖 一個小的KB圖 先塞給它 然後你後面 把大檔往後面去塞 因為可能使用者希望說 它在3秒鐘或是 在更短的時間內 網頁就要顯示出來 可是顯示出來 有些圖沒有 沒有關係嘛 就是跑一個圖的照片的Logo 給你看 你就不會覺得說 欸這個網站是不會動的 可是你後面再去把大的檔案 拉出來再把它放上去就好 所以這是 一個網頁的整個就是 它的載入流程 那這邊我們就會看到 它就是一個Waterfall 就是它載入的 它把它變成像一個瀑布 來告訴你說 它什麼時候載入什麼東西 然後它總共載入了多久 比如說像 前面等了251毫秒 欸這邊是等 然後這邊等106毫米 然後才給你東西 所以 其實有時候是 要去壓縮 你等待 就是Server之間 打的時間 而不是下載的時間 那有時候不一定 有時候等很短 可是下載很長 那代表說 你可能要把你的檔案 或是你的Server的速度 不要再加速 那這是一些 Network上面的細節